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网宽担产业繁荣之道 共谋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之策 受金庄龙部长委托 我请代表工业和新新发部 对全球云网宽担产业协会的正式成立 表示热烈祝贺 向今天与会的各位嘉宾表示 层次欢迎 当前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家 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 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以云网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数字信息技术实施 逐步成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强大支撑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信息技术实施建设 习近平主席强调 要加快建设智能化 综合性数字信息技术实施 党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中国电信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主力军 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挡造全球首个拥合宽带产业发展的国际协会组织 努力为推动技术创新 产业融合和应用普及 做出基地贡献 我们要发挥好这些平台作用 在开放中谋求发展 在合作中破解难题 携手推动云网宽带产业 繁荣发展 借此机会 我与大家交流五点思考和建议 一是 以创新违不借动力 推动技术变革升级 坚持技术引领 凝聚光力量 着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 基础前沿技术创新突破 营造良好的技术开发环境 持续优化产学研 协同机制 加速云网判代信息技术的研发成果转化 建立健全云网判代技术标准和持平体系 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研究制定 不断提高全球云网判代技术和应用的安全性 可靠性和广泛性 为推动全球 数字信息技术设施建设和发展 贡献中国力量 二是 以应用委有力牵引 丰富产业发展前景 充分挖掘市场潜力 吸引高质量投资 积极推动应用推广升级 不断强化全球云网判代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 坚持量子提升 逐步扩大云网判代应用的行业规模 网络规模 终端规模 不断提升创新力度 融合程度 渗透深度 更大力度推动云网宽代技术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普及应用 聚焦工业制造 交通 教育 医疗 等重点领域 推进跨行业应用 协同创新 持续激发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动能 三是 以融合为主要杂属 促进行业高效协同 凝聚产业共识 建立服务于行业的统一速度化平台 促进生产要素 自由 高效 集聚 加速推进云网宽代产业 融合创新 加大产业链 通力协作 加快弥补 核心芯片 关键器件 等重要领域的短板录像 提升全链条的任性和供给能力 深入实施 互联网家 智能家 等发展战略 推进云网宽代 信息技术 与传统产业的 深度融合 加速 全球传统产业的 数字化 网络化 和智能化 转型升级 助力 培育更多的 新产业 新模式 新一态 事实 以开放 为时代理念 扩大国际合作空间 充分发挥 桥梁纽代作用 构建 互联互通的 全球云网宽代 发展通道 搭建 高效系统 开拓 创新的 生态体系 凝聚 数字化 发展合力 进一步深化 同国际组织 研究机构 跨国企业 在技术 应用 产业 安全 等领域的 交流互界 加大标准化 国际高端人才的 引进力度 积极营造 护理工营的 国际合作 氛围 推动 形成 全球 数字经济 发展 新格局 五是 以共赢 为使命担当 深化全球 数字治理 充分发挥 协会优势 深入了解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发展情况 准确把握 云和宽带产业 发展的 特点和规律 着力推动 构建 各方 普遍接收 行之有效的 数字经济 规则体系 更大限度的 提升 政策法规的 适应性 科学性 公平性 和可操作性 为完善全球 数字治理 体系 提升 全球 数字治理 水平 做出 积极贡献 朋友们 让我们携手 把握 数字 之代 新机遇 搏化 数字经济 新未来 共同促进 全球云王 宽带产业 繁荣 为推动 全球 数字化 转型 赋能 数字经济 高质量 发展 贡献 新的 更大力量 最后 预祝发布会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